大S一家和汪小菲一家的狗血故事又出了新的連載了 3月22日 劇俊業在出席活動時隔空嗆聲了張男汪小菲 並且當著鏡頭的面霸氣護妻 狠狠地秀了一把恩愛 此前 汪小菲在網際網路發瘋怒懟大S一家的荒唐行徑 還歷歷在目 她曾發文直指大S是婚內出軌 早在2018年就和劇俊業在一起了 她當時的言語非常氣憤 不少網友都信以為真 除此之外 張瀾也曾在直播中暗指大S婚內出軌劇俊業 給大S扣上了不剪點的帽子 目前 劇俊業面對媒體嚴肅地否認了張瀾和汪小菲所說的內容 她表示自己沒有受到髒水的影響 因為真相只有一個 真相也遲早會大白 她還霸氣地表示 我就是為了守護她一輩子才來到台灣 我會守護她一輩子 只不過當時大S非常的委屈 她只能盡力地去安慰她 給予她關心和愛 前不久是大S夫婦結婚一週年的紀念日 劇俊業透露二人後送禮物 好好的慶祝了一番 在這一年的時間裡 她們從未吵過架 無論大S有什麼要求 她就會照單全收 為了彰顯二人有多麼相愛 劇俊業還幸福地表示 這一年 我越來越愛她 我是西元的所有物 整個採訪時間沒多久 劇俊業一大半時間都在秀恩愛 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喜悅 相較於這一家人的喜悅 張嵐和王曉飛仿佛進入了水逆階段 最近可謂是諸事不順 不僅麻六季被315被點名 張嵐還被曝境外家族信託被擊穿 她的運營團隊也突然集體走人 而王曉飛感情非常的不順 一直爭議不斷 生活到頭來還是過給自己看的 也希望她們兩家人都各自安好吧 張嵐大敵當前 王曉飛卻是爛泥伏不上牆 光頭罕見秀恩愛 引嘲諷 3月22日 張嵐在參加克勞瑞新媒體頒獎峰會時 台下一眾嘉賓正傾聽主持人的發表感言 張嵐卻和她的助理做了一件讓人驚掉下巴的事情 居然和助理在台下開啟直播 這能尊重一點別人嗎 好得張嵐也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嘛 連別人都不尊重你 怎麼指望別人尊敬你呢 這套營銷套路也太深了 不過 是自己沒有錢急於還債呢 還是羈押的貨太多賣不出去呢 麻六季的酸辣粉已經在315晚會上點名 確認還要繼續賣嗎 一小盒看起來不起眼的酸辣粉 竟然有20種的添加劑 這不是飛哥的科技與狠活嗎 張嵐在這裡焦頭爛額的時候 那邊狗仔攝影羊羊 爆出了汪小飛和姑娘約會的照片 看來 年近40歲的汪小飛還真的沒有長大 母親張嵐不論何時何地都要挖空心思 開直播掙錢 她還有心思和姑娘約會 而前幾天和汪小飛表面和好的狗仔葛思琦也掺和進來 表示自己還在內地 過幾天才能回彎彎 讓羊羊繼續盯著汪小飛 有什麼料就爆出來 汪小飛呀汪小飛 你也年紀40了 好歹是個歸國精英 前一段感情連累的母親花了那麼多錢買的大房子 母親跟過去彎彎 卻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到現在不僅孩子看不到 還用著錢養著前妻的現任 但凡王小飛能夠體諒一下母親的辛苦 不至於戀愛腦 哪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而和張盈盈戀愛也不是省油的燈 隔空和老母親張嵐對罵 王小飛竟然選擇了去直播間斥責母親 都說養兒防老 王小飛這個操作哪裡有狼老的樣子呢 相信和張盈盈分手 估計王小飛也是花了不少的錢 好不容易王小飛終於恢復單身了 在母親面對債務官司當中 還有團隊集體離職的煩惱中 如今64歲的她已經焦頭爛額了 王小飛作為兒子還有清閒的功夫去約會嗎 王小飛還真是爛泥扶不上牆 而王小飛辛辛苦苦賣酸辣粉的錢 卻被前妻養著現任 2022年 大S和王小飛陷入床墊戰爭的時候 這位新婚丈夫那可是一句話都沒有出來回應呢 任由這網友來嘲諷大S 甚至包括彎彎的媒體 作為一個男人 他在背後享受著大S給他帶來物質條件 但是卻從來沒有給大S任何的安慰 反而大S卻總是給她無盡的支持 給她無盡的資源 如今風波終於過去了 大S和王小飛的戰爭告一段落 光頭卻出來秀恩愛 宣示她的主權 表示來彎彎呵護大S一輩子 那麼請問你早幹嘛去了 婚姻不是兒戲 王小飛出了錢卻看不了孩子 享受不到做父親的權利 大S卻把所有的經歷投入到愛情當中 忽略孩子的教育和陪伴 不知道失去父愛和母愛的小月兒和林兒 長大以後又會如何對待大S呢 大S和王小飛兩個終究都不是善人 被曝王小飛深夜代美女外出 在三里屯過夜 女子一頭長髮圓臉 氣質優雅 3月22日 娛樂圈知名狗仔楊楊在個人帳號上分享了一組自己拍攝的汪小飛照片 照片當中 汪小飛戴著金色眼鏡 氣質優雅 身邊出現一位新的女性朋友 引發網友關注 據狗仔楊楊爆料 這次汪種帶來了從未見過的新女友 兩個人深夜外出 在北京三里屯共渡涼宵 在外面看了一晚上的電影 早上吃完早飯 王小飛就和美女一起過夜了 從曝光的照片來看 這位新女友氣質優雅 長髮及肩 圓臉 和王小飛女友張盈盈的網紅臉完全不一樣 還和王小飛前妻有一個大S 不是一種 當晚美女們的穿著也比較保守 這可能與晚上的低溫有關 美女們穿著一件棕色的風衣 完全遮住了她的身材 整體給人的感覺是端章 那優雅 類似於王小飛的西裝革履 氣味非常的匹配 不過一行人玩得開心之後 美女就把風衣脫到了外面 看不清她上半身穿的是什麼 但是似乎只在下面穿了一條短裙 在車燈的照耀下 美女的膝蓋都露出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涼了 狗仔楊楊拍到王小飛和一起出來玩的美女後 直呼兩個人的名字 一位是台灣狗仔隊葛思琦 一位是王小飛的生母張瀾 楊楊調侃葛思琦 句聽說王小飛和葛思琦和好了 不知道是誰低下了頭 下次可以帶自己去見見世面 不過葛思琦真的在評論區回覆了 我讓楊楊以後監視王小飛的事情 回台灣去挖別的打瓜 楊楊也想要去王小飛餐廳直播吃飯 葛思琦卻說要去 吃飯一定要去帶錢 去王小飛消費也不能去怪罪別人 看得出來 兩位狗仔對王小飛的八卦很感興趣 都喜歡調侃王小飛 一時間不知道該不該羨慕王小飛的人氣 你說王小飛是京城的富四少二代 連狗仔都不當回事 可以說她不好 豪車豪宅美女應有今有 而且對前妻還這麼大方 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回到狗仔楊楊 她打電話的另一個人是王小飛的媽媽張嵐 楊楊稱張嵐為阿姨 問這個大姑娘長什麼樣 我明白了 這應該是戲弄張嵐和張嵐嵐的事情 王小飛和張嵐嵐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恩愛 但是張嵐一直很仰慕張嵐嵐這個網紅 她還在現場直播 臭蟲 她不希望張嵐嵐公開和秘密進入她的房子 這一次 王小飛身邊多了一位新美女 狗仔為張嵐這個大姑娘長什麼樣 但是我覺得張嵐可能還沒有來得及對狗仔做出反應 因為張嵐本人也是過河尼佛保護不了自己 張嵐此前被媒體爆出 欠下9億多外債 連家人在國外悄悄做的信託基金都被翻了個底朝天 眼看就要開花結果 還被爆出張嵐解散 本來張嵐在國內還是可以通過直播賺到不少錢的貸貨 現在看來還真是讓大家應接不暇 只剩下張嵐一個人開口了 這個時候她估計也顧不上王小飛身邊的大姑娘了 只要能夠弄清楚她手裡的爛攤子就行了 這個王小飛也有疑似 自己的親生母親張嵐陷入這麼大的輿論危機 家裡在外面欠了好幾個億 她卻似乎一點都不著急 她還有氣要跟美女去三里屯狂歡一晚 不得不說豪門子弟的內在真的很強 什麼都擋不住她撩美女